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来的相关嘉宾 他们是上海闽航区区委书记孙朝 以及美国华盛顿特区驻华中心首席代表少宁先生 先有请二位 欢迎您 欢迎您 两位请入座 好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去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题 上海市闽航区位于上海西南部 不仅有着四千年悠久的历史 而且是现代工业及航天科技的重要基地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 短短二十年 闽航区人口从五十万增长到二百四十万 因此闽航区的民生服务问题不断增加 曹先生家住上海市闽航区都会路 2012年7月的一天 早上刚刚下过一场大雨 曹先生在上班的路上 发现路边的一个井盖没有了 于是他拨打了一个电话 之前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 正好路过这里 然后看见那个井盖丢了 然后我就掏出手机 打了九六两千的电话 中午一点多 排水养护队的前队长 已经带领维修人员来到了现场 很快井盖被修复了 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硬井盖丢失的消息的 通过那个大连洞 然后下单子 然后通过各个环节 然后转到敏航区排水所 然后我们接到以后 就在两小时以内 完成这个井盖的修复或者调换 这里是敏航区新鸡院小区 居民王大爷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件事 2003年小区居民入住 2006年小区北门的路灯 陆陆续续都坏掉了 由于这里是居民必经之路 所以非常不方便 甚至还发生过夜晚抢劫的事件 居民通过居委会多次上报 一直没有结果 原因是这条路属于小区内道路 不是市政道路 而开发商也已经走了 所以没有人来管 这样大家非常头疼 到了2011年 居委会拨打了一个电话 事情有了转机 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么多的问题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神奇的电话呢 大家看到了吧 一个电话号码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刚才这个敏航区的区委书记孙朝先生 在听到短片里的人说 井盖很快解决了 路灯很快解决了 他满意的点了点头 是吧孙书记 962000这个电话号码 那只能解决井盖和路灯的问题吗 还能解决其他吗 解决生活当中的大多数问题 那你能给我举点例子吗 我想老百姓生活当中 每天会发生许多问题 比如说刚刚讲的 阴井盖出了问题 断水断电 孩子去读书的问题 公共设施坏了的问题 再比如说违章搭建的问题 非法行医的问题 社区有赌博机的问题 还是跟老百姓日常相关的许多问题 这个号码如此之神奇 您刚才还说的孩子上学问题也能解决 这不应该找教育部门吗 为什么打962000也行呢 因为民航50%的人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 所以有些家长来了不知道自己孩子怎么办 可以打电话来直接询问 我们有个例子就是 那引进的人才自己都不知道孩子怎么办 就说自己来了 打电话来问 这事情怎么解决 那我们帮他去查询他的情况 告诉他你的孩子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因为你是引进人才 所以两天就把那孩子入学的地方给确定下来 对方也非常满意 谢谢 你看今天我们在第一排的嘉宾席 也请来了三位嘉宾 我们现在先请其中的一位 跟我们再进一步地聊聊 这个962000这个电话号码 他是上海市敏航区城市综合管理 和应急联动中心联动协调科的张平科长 您好张平科长 在您受理的 在您接触到的这些问题当中 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类型的问题会比较多呢 这个类型比较多的呢 还是与我们来电人的 这个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密集相关 吵架了也行 吵架也可以 真的 还调节 这地方我可以讲一个例子 好 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电话 说他一条狗啊 被一条宠物狗 被另外一条狗 咬伤了 狗一狗就打架了 这个电话呢 来了 让我们要投诉啊 所以我们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呢 我们就想呢 真应该是一个 这个纠纷 后来呢 我们通过我们的大调解的机制 因为我们这个大年度和我们的调解机制呢 也是对接的 把这个案件呢 派到我们司法局 然后我们通过基层调解的方式 当时呢 双方呢 很快呢 达成协议 这一期呢 这个纠纷啊 就即使得到化解 最后达成协议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说 这个 受伤的狗的 这个呢 要达到一定的赔偿 大概 赔偿了大概 有一千块钱左右 它是一个心爱的宠物狗嘛 对对对 它还要去看毛病的 是吧 所以这个情况呢 应该说呢 这个 在我这地方也可以做的 哎呀 这个说完 大家就更加鲜火了 谢谢您张先生 你看 不光是这个 我们生活里遇到的一些 民生问题能够解决 就连这种小动物打架的 这种很细碎的 邻里之间的关系 都可以解决 九六两天最大的好处呢 对老百姓来说 你不用寄所有的电话 寄住一个就可以 因为对人民政府来说 就是一个人民政府 打他足够 哇 哎 怎么样 观众朋友们 听到这样一个 九六两千的号码 打完这么多问题 只要生活里遇到的 都能解决 是不是挺羡慕 人家生活在 民航区的朋友呢 谢谢 我也有这种感觉 那听了许久的 少宁先生 我想问一问 民航区的这样一种做法 九六两千 给大家带来这种辩解 您觉得什么感受 中美之间还是有点区别 但在美国 它不是这个 九六两千 九六两千这个号码 美国是这个三一二号码 它所投诉 或者希望这个市政府 提供的帮助的这个服务 还是不太一样 那这样既然说到了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 三一一这样一个电话 我们通过短片再去了解一下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311 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首都 沿映在波多马克河岸 苍翠欲滴的树林中 四周环绕着历史古迹和文化中心 是一座古代和现代气息 交融的都市 自从美国第一任总统 乔治华盛顿 以他的名字 命名这座城市之后 这里一直是美国的权力中心 是美国政治上重大举措的发生地 华盛顿特区不仅有68万城市居民 还有仅150个各国的大使馆 以及每年1800万的游客 因此对公共服务的标准 有着很高的要求 在华盛顿特区 当你想去参观景区 不知道路线的时候 当你想知道 下几天学校何时停课的时候 当你不知道 垃圾该怎么分类的时候 你只要打一个电话 马上就会得到答案 当你看见街道路面有坑 街区里路灯坏了 邻居开派对太吵 遇到这些问题想投诉 你只要打一个电话 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个电话是什么呢 它就是365天 每天24小时服务的热线311 我们也简要的了解了 美国311也是垃圾分类的问题 路面维修的问题都能够解决 据我所知 好像咱们311跟962000不一样的 每一个市民手里 还有一个手机能够掌控是吧 这个其实也是今年4月份 刚推出来一个新的 就是利用现代的技术 就是手机终端 通过手机你遇到问题 你可以拍 然后通过网络上传到311中端 然后通过311中端来处理 这个也是一个今后 可能为市民提供服务 结合技术的进步的一个趋势 对 何况是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 是越来越普及了 我随时发现这有问题 一拍有一个相关号码一传 您那就能接收得到 通过TPS 这个技术上已经很简单 只不过运用到市民服务方面 这个是一个还是蛮新的一个点子 今天是4月11号 这个格雷市长媒体对外宣布 一个最新的一个311的一个服务 对 而且普及起来并不难 对 今天在我们的观众期 还坐着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 他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 莫大伟先生 您好莫先生 美国也有很多 跟中国有点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美国很多人买二手车 因为二手车比较便宜 你两千三千块钱 可以买一个二手车 然后很多人就开车 就是老修了 修车坏了 然后他就觉得 哎呀 这个车不值钱 修也没用 而且也打电话 把车拉走 也麻烦 算了 下车 收着东西下车走了 还有偷的 有偷一辆车 开了几个星期 坏了 算了算了 就扔到那了 就就搁那了 那就扔到那没人管 这个车得需要下家来接 有人来管 311管吗 对 其实David讲的对 就是市民要求 就是那些 遗弃的车的 这个政府 必须要拉走 否则的话变成城市垃圾了 然后还有这个 非法海报 这个可以讲讲吧 非法海报 涂鸦这些都是属于 不 海报 涂鸦 都是属于 在墙上 那我觉得墙墙 涂鸦在美国会多一点吧 多 对他们来说 这不是乱话 什么 这叫所谓的涂鸦 它就是把它当作一种艺术 所以其实有时候挺矛盾 有人抱怨 说就是乱话 这是这个涂鸦 街头涂鸦 但也有人说 这没有什么不好啊 那像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 在这个 有一些人觉得 你这就是污染了 城市市容市貌 有一些人说 我是一种艺术的表达 那么拨了311这个热线 我们会尊重艺术 还是尊重市容市貌 我觉得看地方吧 如果是一个 一个行政楼啊 或者一个 一个什么鞋子楼 对 那不可能 但如果就是一个社区 一个墙 可能有人觉得就是 很好 是个美化这个社区的 一个东西 这很难说 对 因时因地而定 其实311也挺以人为本的 谢谢孟先生 谢谢 怎么样 孙书记 听了美国华盛顿特区的311 您是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老百姓 国家不一样 遇到的问题 多多少少都一样 对 需要的公共服务 都是需要及时便利 这都一样 今天就在我们第一排 嘉宾席的中间 这一位向您介绍 他是上海市行政法治研究所的 常务副所长 赵卫中先生 听了之后 您觉得两个城市的 这样一个做法 对于市民来讲 最大的得益是什么 对于城市的管理者来讲 最大的表现是什么 我该不下了 好 就算是三句话 又好又快又神 为老百姓服务呢 确实是到位了 也是 那么从政府角度来讲呢 有个962000 他由于这个平台 最终统一就是信心 最终统一指挥 有关部门去处理 可减少就是我们现有的 行政管理部门呢 多 这发力量分散 相互扯皮 但是效率不高 精神懈怠 这种现象 就是一个省 这个方法非常好 老百姓非常欢迎 政府也欢迎 好 谢谢赵先生 为什么一个电话 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 红灯后面 还有警察 它的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说反应的情况 在系统里面 永久保留的一个记录 如果两年 应该急着的 人家提了 我没急 回到家里 老婆也看不起 城市一对一 正在播出 962311 没有几个数字 但是在真正的 这些电话号码背后 它们真的就那么容易 去解决吗 这样我们先通过 一个短片 去了解一下 962000 电话背后的庞大机制 上海市闽航区的962000 实际上是一个 功能强大的信息平台 一方面 汇集了来自闽航区 四面八方的 各种投诉 及咨询电话 另一方面 连接着闽航区 执法和服务等 52个行政部门 集中搜集信息 统一派发任务 从而形成了一个 信息共享 联合执法的 大联动机制 大家好 我现在就来到了 上海敏航区的 大联动应急指挥中心 大家看到 这里的工作区域 分为两块 这边是受理平台区 这一块就是指挥派发区 中间是一个总值班长席 前面我们看到的 这块大屏幕 就是大联动应急中心的 一个工作界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 事件的处理过程 上午10点11分 联动中心人员 接到市民的投诉电话 都会路上 一个印井盖 损坏了 接线员王立青 将信息输入系统 系统自动形成 一个待派发事件 经过派发员 王苏英的确认 将事件派发给水务局 水务局绍静 接到派发后 立即在系统上 受理此单 并打电话 下派给排水管修所 海水养护队 前队长接到派发后 立即带领维修队 赶赴现场 前队长把修好后的 井盖拍照存档 并上报给水务局 对 一般就是呢 我们接到举报的时候呢 专门有一种车辆呢 就是上面各种井盖呢 都会放一点 然后到现场呢 及时更换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快呢 当然得快了 我们规定就是 两小时内一定要完成 那如果解决不了怎么办 那就是行业里面有规定 有相关的考核 然后影响年底的业绩啊 什么东西 从居民上报 到井盖修复 其中经过了四个部门 六个环节的派发 传递及修复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 从上午十点多 到下午一点钟 短短三个小时 就已经完全处理好了 任先生您看哈 在咱们短片里看到了 为什么能够这么快的 去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比如说井盖 比如说路灯 这个电话后面是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总体上来说呢 早发现 那您能给我举一个例子吗 比如说我报了这个井盖 咱们还是以它为例来说 有没有时间限制 两天 两天必须有新的井盖 对 路灯呢 一样 也是两天 万一要两天没解决呢 如果两天不解决 就在我们系统当中 亮个红灯 就是说解决了亮个绿灯 红灯就是亮的你没解决 没解决就有人上来督促了 如果再不解决 要警告 再不警告 要处分 谁来警告 警告就是这个中心来警告 你还有半天 你还有两个小时 有预警 到了红灯 他警告 然后可以转这个区的副区长去警告 再不信就我来警告 您还警告过吗 我可以警告 您是打电话还是当面 来来来咱们聊聊 对我就坐下来跟他说了 我对你说好多事情还没解决嘛 比如说我是那个没有解决的相关部门 这个我就因为什么什么原因 我这开会什么会太忙了没解决 您会怎么说啊 我会说没解决再多的会 你没我的会多 哦是是是是 但是就是没解决嘛 再没解决 我们可以找个人给你解决啊 我不知道领导这话什么意思 找个人解决就把你换了 哎呀我这一通话呢 哎是不一般上 经过您这种谈话的 到不了这个步就能自己把它解决了 一开始亮红灯觉得无所谓 红灯就红了 啊 后面才知道这红灯后面啊 还有警察啊 而这个警察是可以动真格的 哦 不是给你吃罚单 还可以罚你的位置 罚你的 那就说罚单还是比罚位置要轻一点的 对啊 那您给人开过罚单吗 比如说 啊我们中心开罚单的日子还挺多的 开罚单那个相关部门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开罚单你要去解决 再不解决 你可能就有麻烦 我们现在把这套系统和整个政府的绩效考核结合起来 嗯嗯嗯 假如你罚单吃的多 年底的奖金就少 哦 这是有挂钩的 奖金少还是轻的 不行领导说了 换个人来 他能解决他来 对哎呀 看来这个大家听到了吧 号码背后有这样一个系统的 真正的管理者也在幕后 实在不行人家就找你来喝喝茶 来聊聊这件事情 那么针对红灯这个问题 我想问问张平先生 比如说我是您的好哥们 好朋友 我也是这个部门的 但是我没解决 你把红灯给我去了呗 行吗 您讲的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这地方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呃刚刚呢你从这个短片啊 也看到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呢 这个机制的背后呢 是用信息化的管理的方式 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展示出来 嗯 也就是说这个红灯啊 我们去领导也可以看到 职论部门也可以看到 所有的部门都可以看到这个红灯 嗯 所以你要我去 我怎么能去得掉呢 嗯 而且呢这老百姓 我们要回复他的一个答复 我们规定啊 老百姓的来电 我们必须要有个回复 嗯 然后才确认这个案件 是否半截 嗯 所以我们这个呢 这个绩效的考核 包括红灯呢 是晒在一个平台上面 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在我这地方 红灯是不好私下解决的 也无法解决 嗯 好 谢谢张平先生 好 这样我们听过了962000 深厚的这样一个机制 我也想问问这个少宁先生 您的感受怎么样呢 雅华那这样成的 跟民航区是有很多 呃 共性的 呃 包括利用科技手段 背后的监督机制 我觉得 呃 只要老百姓参与 只要媒体监督 这个不管在中国也好 在海外也好 都要有行政领导的重视 嗯 你关于有一个成 这个系统 你不重视它 对 你不去有个惩罚的机制的话 它也是虚设 因为一切以人为本吧 是 好 那说到此 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 去看一下311背后的 庞大监督机制 在华盛顿特区 311的服务内容 可谓包罗万将 投诉比较多的是 修复停车计时器 回收垃圾 违法停车 道路破损等 它也有出乎想象的咨询 比如 怎样一开一棵树 如何收集死亡的小动物 如何进入交通摄像头系统 尽管投诉的事件五花八门 华盛顿特区的311中心 仍然能够通过一百多个鱼种 及时与市民沟通 不仅方便快捷 而且对时间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例如 一个市民拨打311 投诉有人行道损坏的情况 上报人描述了具体的位置 和破损情况 并留下联系方式 接线员将这个要求记录下来后 信息马上就自动进入了追踪系统 市民将收到一个服务要求的序列号码 系统设定一个预定反应时间 10个工作日内调查 15个工作日内修复 25个工作日内 居民就可以看到平坦整洁的人行道了 还有这个工作日的限制 少年先生 据我所知 咱们除了此外 还有一个序列号也可以帮助监督 是吗 311的电话 对 它有个Ticket 有个序列号 就每一个项目必须要 任何这个市民所反映的情况 在系统里面永久保留的一个记录 这个是没有办法这个取消的 好 刚才孙书记说了 人家这边如果没有解决 或者延迟解决 会有亮红灯 会有退单 会有领导谈话 诸如此类的方式 那么如果在华盛顿特区没有解决 或者延迟解决 咱们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吗 还有一个就是体制外的建筑 就是老百姓建筑和媒体 其实不要忽视媒体监督的作用 曾经就有过媒体 他就跟踪 就媒体去举报 然后媒体去跟踪 是不是解决了 后来发现 有些没有解决 但是在这个系统上 显示解决了 就有的人 就工作人员 他这个谎报了 后来市长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三个市政局的工作人员 停止一天 惩罚一些对外公事 因为任何一个新的事物 就有一个过程 大家适应的过程 体制内 体制外的适应过程 虽然它是一个号码 是数字 但是相信观众朋友们 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感知 它还是根据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分析方式 并不是说我们就在人 也像机器人一样 去机械化的解决这些问题 赵先生 您这次的感受是什么呢 所以监督这个制约机制 为保障我们的这个962000和311运行 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311 基本上的老百姓 多觉是家喻富小了 已经16年了 16年应该是个青少年了 那么我们的民航962000 就三年 还是个婴儿 但你看这个婴儿 取得成效非常了不起 体制内部 对吧 亮红灯自动 亮红灯啊 实际上政府官员呢 最怕的是亮红灯 一亮红灯啊 我工作没做好 大家都知道了 年纪的时候 奖金也全少了 如果两年应该提 人家提了 我没提 对 回到家里老婆也看不起你 就监督这个动作 确实在是非常有力 好 谢谢高先生 是什么 让他们积极主动的 去完成任务 别人得撸他身毛 别人得撸他胆毛 是什么 让他们的观念 发生了改变 就像现在有微博嘛 每个人就是原则商业的记者 城市一对一 正在播出 刚才赵先生说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特别赞同 962000是一个怀中的婴儿 两岁大点 311呢 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了 但是无论是婴儿也好 青年也罢 他们都是经过了 母亲腹中的阵痛 才诞生到这个世界上 才能够长成人的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环节 继续来分享 继续去了解 962000的诞生过程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上海市闽航区人口不断增加 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 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2009年7月 闽航区城市综合大联动机制 率先在古美陆街道 新庄镇地区进行试点 2010年1月 全区全面实行了大联动的工作 目前闽航区大联动中心 已经与52个职能部门 13个接阵分中心 和512个基层工作站 实现了工作联动 实现联动后的职能部门 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我们工作量是明显地增加了 包括我们的工作力度压力也增加了 之前他们居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打110的也有 打119的也有 关键还是在于 这个信息畅通的问题 信息畅通了 反应就快了 数字也及时了 可能就是在我们有一些 这个城市管理当中 乃至于到几个部门 可能都会管的这个事情 你比如说一个 无证的一个网吧 对吧 你这个网吧里面 它可能是 有治安类的问题 几个人是公安的 但它无证呢 是为公伤的 那么里边可能还有一些 所以是消防方面的 一些 就是一些隐患的 对这些同事出现的问题 我们往往采取的 就是一个联动阵务 从短片里我们看到了 九六两天背后 现在有52个部门的加入 那么孙书记 一开始就有52个部门吗 开始的话是21个部门 21个部门 可以说只占了一半还不到 那最初是哪个部门 或者说谁想到 要建立这样一个电话的 开始呢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 报警 也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的几 全部都不是肥警 都是日常生活的警 所以当时的公安局长 就提出 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平台 把这部分的功能 有一个政府服务部门 来去承担 当时提出这个想法 然后在两个街 一个街道 一个镇 在试着做 开始有很多部门 觉得 加入进去 增加了很多负担 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得曝光 原来一个小部门 也没几件事 永远是优秀 现在一曝光 做得不好 那就很差 我做得多了 我还更公开了 干得是好 可能责任还更大了 是 心里是得琢磨这件事 所以参与的人 还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先选了21家 主动性比较积极 然后尤其是公安 是选的还是要求的 这21家 先选 大家有这个主动性 我觉得人干事 他不愿意做 你拼命让他做 他也窝囊 你就选大家愿意做的人 先来做起 因为每一个政府的部门 少着只有十几个人 多的就五六十个人 但是你想240万人 怎么都忙不过来 所以大家手拉手 都把事情做成了 所以开始警察在前面冲 后面大家一伙 大家都跟着上 后来看效果挺好的 参加的人越来越多 对 有一种成就感 你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上 我做这个工作 是有用的 是不是至少 但是我想不是每一个孩子 咱们都知道 咱们就比成孩子来讲 不是每个孩子都是顺毛驴 他总会有个人的情绪 有个人的想法 有没有一些部门 是需要领导来 在思想上有一些疏导 有一些帮助 他才能够解决心理上的 那个包袱加入的 有吗 有啊 政府部门的人 就像孩子似的 有的人得撸他顺毛 有的人得撸他倒毛 顺毛的人做的 就表扬就是了 表扬了一个 二十个人坐不住了 那就坐 比如说我们卫生局 一个卫生局几十号人 一个非法行医 刚看了三百七十平方公里 那假医生跑得比 真医生都快 那十几个人就管不过来 一个大连洞 人人都盯住了 所以这个假医生 在东面还没有拔腿跑 西面还没下来 就有人盯着他 最后假医生 一过端 全都跑到其他地方去 该不下来了 所以你就说 卫生局做得真好 你表扬了他 那二十个人坐不住了 工商也得干 药检也得干 大家都来干 就做成了 所以二十一个人做成了 那后面还有三十号人 等不及了 都得进来 最后五十二个人都进来 然后五十二人 还有好有差 就天天讲的好的 那差的人就受不了 天下人都想做好人 你就给他淌气就可以了 来我们给孙书记 这种管理方式 还有千希鼓鼓掌 谢谢 我想除了孙书记所言的这些 应该还有一部分内容 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地解决的 张平先生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在这个机制的不断完善过程当中 很多部门也有一个思想变化的过程 一开始是有要我做 最后变成了我要做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职能部门 他的发现机制也得到了强化 也就是说更多的人 帮他去做这个事 所以他也感觉到 那么这一块的机制 在完善的过程当中 他也得益 所以最后变成了我要做 谢谢张平先生 也要谢谢孙书记跟我们分享的 这样一个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过程 如今我要做的观念 已经渗透进大联动的每一个环节 在制度设计上 大联动联系的职能部门 不仅能及时处理百姓投诉的事件 还能主动去发现问题 寻找问题 比如城管分队 派出所 工商所 卫监所等执法部门 以及居委会 物业公司等服务部门 都加强了日常巡视工作 这种主动发现的工作热情 体现在每一个执法人员身上 何继龙是新庄工业区的一名 网格化巡管员 他在这里工作已经八年了 现在他和另外两名巡管员一组 在方圆18公里的范围内 对公共设施进行实时的检查和上报 只何继龙一个人 每月有40多件案件上报 每天他都会仔仔细细的检查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产生危害的环节 然而两年前情况却完全不同 以前嘛 我们没有那个平台的话 我们怕 有的队员 怕我抱上去了 到底能处理吗 比如打个问号 这个月一号拍的一个 在平安路上拍的一个 道路乱队伍 到现在11号就处理了 摆在以前的话 就是最起码两个月三个月 上次有到一年来都处理了 有了大联动平台以后 我现在手机里面 根本没有什么 世界九大美能处理的案件 没有 正是这种前端扩大发现途径 后端联合执法 使得城里两年多来的大联动机制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据统计 2010年6月至2012年7月31日 大联动机制 共受理各类违法违规案件 334553件 集中 民生热线 21702件 社区巡管 38946件 城市网格化 259446件 歼面联勤巡管 5576件 总的办理结案率达到了96.8% 据调查 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不管是马路上的 还有有时候家里的停水停电 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觉得非常方便 大力东好啊 大力东嘛 能够夹着这机问题 好 这其实就是962000 这个两最大的孩子 长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家长 是这样帮助他们的 那么311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继续来看短片 美国311市民服务系统 由马里兰州的巴尔滴模式 于1996年首创 当时 911的需求服务大量增加 许多非紧急情况的求助 占用了紧急案件的求助 甚至会错过 刑事案件的最佳处理时间 因此311作为911的辅助和分流 而建立起来 开通第一年 911报警电话 即减少20% 占线率减少68% 到1997年 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决定 在全国范围内 将311预留为 非紧急求助号码 华盛顿特区在这之后 也加入其中 311使政府与市民接触 更加密切 也为市民提供了 更简便更快捷的信息提供 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 遇到事件的时候 拨打311 已经像拨打411 或911一样 习以为常了 好 看过了一个短片 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 311在美国华盛顿特区 诞生的这样一个始末 那么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内容 我还请少宁先生 跟我们分享一下 2006年开始集中处理以后 从一年不到100万的市民的 通过311打电话 到2007年的数字 是达到了210万 就是增长了100万 像华盛顿现在是大概有 目前的已经有30多个政府部门 它的工作纳入到311联动系统 但是真正核心的部门的话 也是交通 市政 还有公园和娱乐部 或者署 那我想问 比如说我们拿华盛顿特区为例 在这样一个完善和健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不顺利 有没有需要我们政府领导 帮助去克服去推进的事情 政府服务没有是完美的 它不是一个无线的服务 它是有线的资源 提供有线的市民服务的一个过程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 的确有 刚才我没讲到 有谎报 就是政府工作人员 他没有解决 他说在系统上他解决了 怎么去监控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在 因为华盛顿有8个区 这个8个区的服务的水平不一样 有的区可能只要8天 有的区可能要15天 所以他有各区之间的资源配备的这个问题 在这一届的市长 格雷市长的确是很重视 他觉得今后他还可以推出一些哪些政策 来更强化和优化311对市民的一个承诺和服务 那么大伟先生我想问问您 针对311能够提供给您的这种服务 您觉得还需要有什么完善的吗 不管是美国 中国也是 就是现在 其实这311是什么 它是一个市民和市政府的一种关系 一种交流的这个模式 就像现在有微博 每个人就是源自上是一个记者 对 就如果有这个东西 就每个人有iPhone 有一个App什么 每个人是市政府的城管的一个职员 其实您最看重的要表达的就是 这种好事我们人人有责 关系到自己 人人有责 对吧 我忘了中国老是到这个人人有责 人人有责 谢谢莫先生 谢谢 一个电话就能解决身边难题 能持续下去吗 你做不好老百姓不放过你 然后我们自己也不放过自己 为什么一个电话的未来 牵动了很多人的生活 你操完了血按完键 你先直接就给你 对您的一些措施 更推进市民的习惯 城市一对一正在播出 我想问问孙书记 因为据我所知 咱们962000的这样一个电话的建立 是您最先提出的 我不知道这个 在您提出之后 在未来的日子里 如果我们畅想一下 您觉得它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吗 关键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老百姓和政府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的可持续性是说 老百姓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做不好老百姓不放过你 然后我们自己也不放过自己 大家都不放过 这就是可持续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 这个还是往前增加服务 还能增加到什么 还能增加的服务呢 主要一个是政府内部的 政府内部呢 我们在现在的基础上 像智慧的医疗 智慧的教育 智慧的社区 智慧的政府去延伸 比如说在网络上 我们可以建立起 在家里去测试自己的血压等等 然后通过网络把他这个信息 直接就传递到 他的这个医疗信息平台上 如果是高了 医生可以直接发现这个信息 医生就直接可以打电话来帮助 或者老百姓就直接在家里 这个庄子上 你按一个键 你查完了血 按完键 医生直接就可以给你对话 这些系统都在网络平台上 不断地往上加 也就是说 我们想不要做这么很平面的 逐渐逐渐把他个体化 到养老 到疾病的监控 到孩子的健康服务 这些平台都逐渐往前走 现在应该说技术上 已经没什么困难 主要是大家把注意力 更加集中在需要的人群当中 不断地去叠加 对 咱们追求的就是求真务实 其实您表达的也是这个 您在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得是一个多贴心的管家 听过了咱们这个962000未来的一种规划 我也想问少年先生 311在华盛顿特区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新的计划和目标吗 可能我觉得是如何利用新的技术 让店民的一些措施更贴近市民的习惯 手机啊 这个智能终端啊 这项 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是 这是很辛苦的工作 而且这个工作它面临着很多知识 要不断地更新 培训非常重要 别看阶线员 因为它是代表城市政府的一个大使 它的态度和它的知识 和它所能够帮助市民解决 市民解决不了的这样的问题的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界定一个政府的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界面 其实据我所知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311的这样一个机制 这样一个电话 也受到了华盛顿特区的格雷市长的关注 和支持 虽然今天格雷市长没有来到节目的现场 但是他也想通过短片 跟大家交流一下 他对华盛顿特区未来311的前景规划 我们来看个短片 在计划顿特区的服务 我们会加上更多区域 我们现在只有5区域 在下一次我们会加上10区域 until we have every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that's available for the citizens the residents to be able to evaluate their performance 谢谢短片跟我们分享了 格雷市长对未来的一些构想 站在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讲 什么能让我们感觉到幸福 什么能让我们每天的生活感觉到舒服 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很方便 我们生活当中的小麻烦 有地儿去说 有人能够帮我们解决 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寻求的一个答案 就是我们在寻求我们身边的贴身管家 但是所幸的是上海的敏航区 和美国的华盛顿特区 他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两个城市 还有更多的地方 能够从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 得到一种启发 让生活在你们那个地方的老百姓 更早地找到这样一个贴身的管家 让我们生活更便捷 更幸福 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程序一对一》 下期再见 你参加过防灾演习吗 家庭急救包里应常问些什么 里面有绳子 有手电 如何培养孩子的防灾意识 爷爷奶奶呀 爸爸妈妈呀 哎呀 百般呵护 城市防灾无处不在 中国天津对话日本神户 城市一对一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